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快讲到健康 国人的国病之一 就是糖尿病 那特别是在台湾 其实很多慢性疾病 三高患者 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 也是比较高的 那糖尿病 到底真的是体质家族遗传 体重肥胖所造成的 还是事实上 有可能透过生活 跟饮食的习惯 来控管跟调整呢 待会这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 都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肖多南医生 女朋友好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专科的 医生好朋友 袁明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 医生好朋友 谢孟璇医生 哈啰 大家好 再来是钟医师的 医生好朋友 郭大为医生 女朋友好 各位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军年师傅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若金翰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萧医师 刚刚讲说 糖尿病是国病 那当然他跟很多事情有关系 比方说三高 血管 血糖 或者是体重 肥胖 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是家族 因为很多人从阿公阿嬤 有糖尿病之后 爸爸妈妈就有 然后下一代 到了四五十岁 有些人就跟着有 所以事实上 确实有些时候 先天后天都可能影响 是 没错 我们先讲一下台湾 糖尿病的流行病学 从2005年到2015年 那十年当中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 增加了75% 增加四分之三 所以他确实是像您官讲的 现在已经变成新国病了 我们现在统计起来 大概每八个台湾的成年人 就有一个是糖尿病 八个是一个 那花掉多少的健保经费 他统计起来 我们每八块钱的健保费 就有一块钱花在糖尿病 所以实在是花很多钱 但是糖尿病究竟怎么造成的 他是跟遗传 到底几率有多高 因为糖尿病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型糖尿病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有 那小孩子得到 大概就是一到四% 三到八% 其实比例是不高的 但是反观第二型 我先讲 第一型的话 我们现在知道说 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 但是第二型 就跟遗传有很大的关联了 因为父母亲 假如一个是第二型糖尿病 小朋友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四成 但是假设你的爸爸妈妈都有 那你小朋友得到糖尿病的风险 就变成七成 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 第二型糖尿病跟遗传关系很大 但是讲到遗传 那事实上也跟环境有关 因为小孩子是跟爸爸妈妈 生在一起 就住在一起 所以吃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除了有遗传的基因之外 环境也很重要 因为吃的东西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 第一个是性别 男生比女生多 真的哦 对 没错 那第二个呢 当然是年龄 年龄越大就糖尿病越多 那第三个跟体重有很大的关联 很大的关联 那在讲体重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你空腹的时候的血糖 你八个小时不吃东西 你测一下 正常血糖是小于100 假设你血糖是100到126之间 就叫糖尿病前期 假设大于等于126 就叫做糖尿病 另外我们当然可以用一个喝糖水 那喝糖水是这样 75公克的葡萄糖 泡在300cc水里面 让你一口气喝下去 两个小时以后帮你抽血 抽血起来 假设你的血糖是小于140 就正常 只要140到200之间 糖尿病前期 大于等于200就糖尿病 那另外一个更简单 我们直接测最下面这一行的糖化血色素 这个糖化血色素 就是说你的血红素 有多少被葡萄糖黏上去 它的百分比 所以它的单位是percent 所以正常是小于5.7 那假如5.7到6.5之间 是糖尿病前期 那假如大于等于6.5 那你就是糖尿病了 因为我有一个大概 现在目前50岁的一个妈妈 她长期40岁就因为 胃了不舒服来看病 那她每一年都会做一次体检 她每一年体检血糖都在8185 大概在这个范围 可是去年查的时候到102 很紧张的 糟糕血糖有点高 她就说我妈妈也有糖尿病 她大概160公分高的女生 原本体重都在55附近 可是因为最近就胖到62 62我就跟她讲说 妈妈其实有糖尿病 你只要体重控制好 你不一定会发病 所以她从62公斤 那时候BMI是24.2 她就乖乖的减到55 把BMI减到剩21.7 血糖就回到85 她很开心 可是我跟她讲 假设你不小心体重又上去 你的血糖又会来了 所以血糖确实 体重确实对于血糖 有很大的影响 确实是正相关这样子 没有错 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好 就是即使你有这个遗传的体质 你也因为体重控制 你就不一定会发病 真的 那我请教袁医师 除了体重会影响之外 这个运动啊血压可能都有影响 糖尿病不管是你从妈妈肚子里面 生出来 如果是你是在妈妈本身的糖尿病 没有控制好的话 那小朋友一出来四千多克 那生产就很难生产 你说认成糖尿病的妈妈 很容易生出这样的小孩 那是巨婴症 巨婴症 但事实上你看巨婴 但它是不健康的情形 那糖尿病对我们来讲 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可能有印象 以前有个基隆市的市长 它以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大概是据我了解 它就是剪脚指甲 不小心剪破了个口 那它刚好又台风又穿了雨鞋 就出去巡视 一下子那地方就感染了 感染之后 因为它血糖已经很严重 糖尿病到了末期 最可怕的是末少的血管 全部都硬化掉了 所以一个小伤口 伤口就没有足够的血液过去 去愈合这个伤口 没有办法去愈合这伤口的时候 这伤口就会开始烂 那大家想烂那就简单 我再挖一挖就好了 你想想看这么小的伤口 因为没有营养过来 这小伤口都不长了 你再去把它挖个角质头的话 那个伤口更不长 所以马上大拇指就整个又烂掉 那那怎么办 那再去解 又把它结了这个脚长 又不行又再往上结之后 后面结了大概从扩创到截肢 大概做了七八次手术 后来还是没有控制好 就一下子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 你除了要把血糖控制得非常良好之外 如果不幸 你必须要面临到截肢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些时候要很有勇气的去跟医师讨论 尤其跟我们血管外科医师讨论 因为我们要看 你的血管到底通到什么地方 因为血管没有到的地方 你去制造伤口的话 那个伤口会更糟糕 你像他一开始只是个小伤 所以有些时候 你有时候看到 虽然是个大拇指的一个小受伤 但有时候可能要 就是要当机立断 可能整个膝盖以下都要削掉 因为一个伤口 不管是节肢的伤口 或受伤的伤口 最重要的概念还是血液 就是我们单位所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食物 营养 有没有办法到达 你所制造的伤口 不管是人工出来的伤口 或是手术治疗的伤口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血液 能够供应这个地方 它才有愈合的机会 否则一直说 那我这边还很好 什么东西 但它那个地方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它已经 就在这边很危险了 那你怎么判断 哪里是脆弱 哪里是 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去做 第一个从血管设立 里头你就看到 高速公路到底通到哪里去 高速公路之余 那些小血管 巷弄到底好不好 那这是可以去做的 再紧接着 我们大概就要去测一些 这个血流的那个超音波 看一下 我在超音波下 有没有看到 有血色过来的那种感觉 有 风足 我们可以读读看 但是如果一旦不行 你可能就要有 气足保帅的那种概念 那一次把它弄到 最安全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想想看 你开一次刀 清一次窗 再开一次 再弄一次 每次麻醉什么的 那都是导致这个人 兵败如山倒的情形 后来那位市长 后来也是因为 郡血症就走了这样 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糖尿病不得不防 真的 还是控制好身体健康 比较好 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分享 糖尿病的控制之一 就是饮食跟热量 还有这一个血糖的控管 对 我33岁就糖尿病 高血压到现在 你现在有在乖乖吃药吗 我糖尿病是5.8 那不错 5.8是吃药控制的 还是天哪 吃药控制 控制的不错 对 吃药控制 好 我们今天介绍大家 是竹甲鱼 竹甲鱼是每一年春季的时候 大概4月份开始 竹甲鱼的旺季起来 尤其在我们宜兰沿海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竹甲鱼呢 竹甲鱼大概就4月份 一直到暑假结束 都有非常肥美的竹甲鱼 那天气越热 竹甲鱼越来越好吃 那竹甲鱼注意的一点 就是后面这边有一个硬的 硬的皮的组织 我们把它去掉 因为我买的是很拉瓦新鲜的 把它去掉就好 然后上面铺了一些干粉 那至于这个干粉 你要用地瓜粉 面粉 玉米粉都可以 只要放一点干粉 然后放一阵子 就大概就5分钟左右 它会所谓产生反潮的现象 反潮就是鱼本身的水分出来以后 它会让那个粉粘得更牢固 那所以不用腌制它 只要一些干的粉 待会要煎它 对对对 然后我们放一些粉以后 然后就敲一敲 然后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这样煎 把它敲一敲 竹甲鱼是中小型鱼 所以刚好这样子入锅 然后我们就放进来 那煎鱼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这个鱼就会煎得很漂亮 好 那我们放进去以后 就中小火 中小火的方式慢慢煎它 然后盖上锅盖 那我们今天教大家的这个做法 叫做南蛮风味的腌制法 但是我把它变成南蛮风味的煮法 一般来讲南蛮 南蛮是指外来的意思 日本南蛮的意思 南蛮就是外来的意思 那鱼就是腌制 所以它一定是弄好了一锅 腌制的水 把炸好的东西 一定都是鱼类比较多 鸡肉也可以 就是把炸好的东西 去浸泡一夜 所以南蛮鸡就是这样 对对对 南蛮鸡是炸好 然后泡在那个 然后一样是酸甜为主 但是不一定要酸 就是看你个人 那另外这边我们开始教大家 就是做炒的方法 就是比较现场可以吃 放一点油进来 然后一定是会放很多很多的姜 然后日本一定会记得 这种方式不放蒜头 因为日本人很在乎就是嘴巴有味道 蒜头嘴巴会有味道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放蒜头 那洋葱也会啊 但是洋葱泡久了以后 它汤汁里面就不会有这个味道 所以它里面都是放很多很多的姜 很多很多的姜 那姜我们爆香以后 然后 洋葱 洋葱放进来 好我们姜末爆香 然后洋葱切丝 今天搭配的其实还蛮多 这个蔬菜 蔬菜对对对 这个是青椒切丝吗 青椒对 红萝卜切丝 黑木耳切丝 还有金针菇 对 那一般腌制的东西 它不会放这种要煮的 对 它腌制的东西 大概就是洋葱 葱 姜 这三种为主 就是生食可以吃的 那因为我们煮的话 就是这些都可以加进来 好 然后再来红萝卜加进来 好 好 那我们红萝卜加进来以后 木耳进来 木耳进来稍微炒一下 然后这时候呢 稍微拌炒以后 开始我们就要先把这个昆布高汤加进来 那昆布高汤怎么做呢 我今天这个是800cc的水 然后这样一节的昆布放进去 然后浸泡一夜 浸泡一夜 它就是一个最简易的昆布高汤 但是昆布不要用 因为昆布去煮久了以后 它年华液会出来 那年华液会出来的时候 会破坏这个美味 所以我们昆布不放进去 这个放在冰箱泡对不对 对 一定要放冰箱里面浸泡 然后我们昆布不放进去 然后这样子稍微给它拌一下 蛋糕 甜点 饼干我都不爱 可是体重为什么都下不来 特别爱吃白米饭 跟肉相对聚爱值较高 较不健康 体重无缘无故下降 担心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癌症 第二个是糖尿病 第三个是甲状腺 营养素从尿液流失 所以它体重忽然间降下去 然后加了调味料 加一点点的糖 加一点点的糖 然后柴鱼酱油 柴鱼酱油放进去 然后清酒 不要再问能不能用米酒 不要用米酒 因为用米酒的话 它的酒味会很重 你用清酒 它煮了以后 有酒的作用 但是它不会有酒味存在 我们把清酒放进来 而且现在清酒很好买 我们国产就有 然后味磷 那如果你喜欢吃 有一点酸的话 当然你可以加一碗白醋进去 那因为我个人的关系 不爱吃酸 所以我就没有加白醋进来 但是你可以加白醋进去 那我们先在这边 让它煮一下 然后鱼也让它稍微煎一下 好 那我们煮它 同时先请教一下谢医师 新陈代谢科提醒 观众朋友控管血糖的时候 饮食的GI值很重要 如果你吃高GI值的东西 血糖就很容易冲很快 冲很快 没错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我一个患者 大概是50岁的那种家庭主妇 他有糖尿病病史 那他大概是中广身材 大概65 67公斤左右 那他血糖控制的是不错 可是呢 他的体重就是居高不下 怎么样都下不来 他就有一次回诊的时候 就跟我说 医生 其实我真的还蛮冤枉的 我都不吃甜食啊 蛋糕 甜点 饼干 我都不爱 可是体重为什么都下不来 油炸的我也不太吃 那我就跟他细聊 细到之后他爱吃什么 发现他其实特别爱吃白米饭 跟肉 那他早餐一定要吃两碗稀饭 因为稀饭不容易有饱足感 所以他一定要两碗 那午餐跟晚餐一定要白米饭 而且他是一个无肉不还的患者 每餐都要有肉 所以我找到罪魁祸首了 即便他不吃甜食 不吃又炸了 可是他的食物是相对 GI值较高 较不健康 优劣选择也是较不优的 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食物的GI值呢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纤维量 纤维量越高 消化越慢 GI值就越低 那食物加工 食物加工的越少 食物越粗糙 那在肠胃道里面吸收的较慢 GI值就偏低 然后再看质地紧 越紧密的食物呢 像是全麦吐司 它比起白吐司来 它来的消化慢 GI值就相对的低 还有我们料理方式 如果水果我们是切块的 一块一块的 比起打成果汁 这种它就是比较稀烂 那很快就吸收 所以GI值会高 那快状食物 GI值比较低 那水煮清蒸又比起油炸类来的 GI值低 还有一个胡化程度 刚刚讲的是白米饭的GI值 会比稀饭还来的低 因为稀饭吸地哗啦吞下去 很快就吸收 血糖上升波动就大了 还有成熟度 生菜会比煮熟的青菜来的好 那味全熟的香蕉 有点绿绿的 又比全熟的 那种很甜很甜的那种香蕉 GI值来的低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 进餐的速度 我们细嚼慢液 比起狼吞虎咽来说呢 食物消化的吸收慢 然后血糖上升的波度也就慢 所以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DGI的饮食呢 有哪些原则要注意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 一饭二菜三指肉 好 谨守这三个原则 一饭就是摄取一份DGI的淀粉食物 像是糙米或是五穀米 这种全穀类的就可以 二菜呢 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同颜色 像红 黄 绿 以及不同部位 叶菜跟金瓜果 高果类的蔬菜 至少这两种不同种类 然后三指肉是指说 我们每一餐的份量 要一个三指幅的蛋白质 蛋白质来源可以是 植物性的豆类 或是动物性的奶蛋鱼肉类 建议呢 就是要挑白肉 像是鸡肉跟鱼肉比较好 然后去皮去油 清蒸为主 是我们叫适合糖尿病的饮食 DGI的原则 好 所以这个是 长期饮食习惯的控管 那我请教郭医师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 一旦罹患糖尿病 很担心一辈子要吃药吃到死 所以都希望 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外力助力 或者这个中医 或者某一些调养 可以降低自己用药的压力 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说 你还是要乖乖地 根据你的医师 开给你的西药这样吃 那你所 服用西药所带来一些附中 包括疲倦 恶心呃吐 或头昏昏脏脏 我们可以用中医来处理 那我这边就有一个 36岁的一个 做餐饮业的一个 一对小夫妻 那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太 想要来看月经不挑 因为长时间熬夜 从事餐饮业很忙碌 那先生 他也跟他先生 你顺便看中医好了 因为他先生 体重高达120公斤 那他来的时候 就跟我说 他从小就是有这种糖尿病 因为他父母亲都有糖尿病 那他跟我说 他的这个糖尿血素 是高达10到11 那我跟他说 那你饮食状况怎么样 因为我们第一个 看到肥胖 我们一定会说 跟萧威斯讲的一样 体重跟糖尿病 他有绝对的关系 那他跟我说 他早上起来 接送小孩玩之后 他先吃第一餐 10点多 他到了12点正餐的时候 他太太又喂他吃一餐 到了下午要开业的时候 他要先四次 还吃一餐 到了6点 正晚上的时候 他太太要喂他吃一餐 到了晚上12点 收摊的时候 他太太又跟他 准备了宵夜 这一天总共吃了午餐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郭医生 可是我从来没有饱足感 他从来没有饱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没有饱足感 那中医来讲 就是所谓的中宵 这符合我们西医说的 吃多喝多跟尿多 那中医说上宵 中宵跟下宵 中宵就相当于 他怎么吃都没办法吃到饱 那我们就认为 他是所谓的胃热 那胃热 我们就开一些像 轻胃散 玉女肩 里面有一些姿母 黄渤 身体这些药物 去清他的胃热 去知他的圣音 他本身有睡眠的障碍 我们也帮他调了一些 睡眠的问题 那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回去把你饮食那种 把他拍下来给我看 他所谓的早餐一份 他的早餐 其实是我们的三份 OK 他说他吃了 早餐吃饭团 他说好 那你把你的分量拍给我 来 他一个饭团 是我们的三倍大 他当然是会变胖 那所幸在半年来之间 我们慢慢调整 他的饮食 建议他定时定量 不要用168 也不用202 也不用20 这种极端减肥法 符合三餐定时定量 这种胃养的方式 果不其然在半年之后 他的体重从120 降到75 他说他从来没有降到 他以前当兵的时候的体重 那这时候他回西医去看 其实他的血糖也恢复正常 血要恢复正常 这时候我还是跟他说 你还是要规律的 服用你的西药 不要说我们现在 你的糖尾血量降到正常值 你就马上停药 那有些时候 这种反弹是会很大的 好 同时间我们柯师傅的鱼也煎好了 对我们鱼也煎好了 中小型鱼 其实盖上锅盖 它里头熟透就好了 对我们这个叫焖煎法 用这种焖煎法的话 实际上五分钟就OK了 那我们这边再把容易熟的 像金针菇放进来 然后青椒放进来 这个容易熟的 不需要煮很久的东西 就这时候才放 然后放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刚刚这个鱼 刚刚这个鱼 放进来跟它浸泡在一起 要整个下 对对对 整次去浸泡 因为就是用腌制的法也是一样 要整个浸泡进去 浸泡一夜 那因为我们用煮的 我们时间就不需要到那么长 我们只要煮开它就可以 师傅你今天分享示范的是煮甲鱼 如果我用别的鱼 或者这个煎鲑鱼鱼快下去也是可以 都可以 但是就是看你是要浸泡的 或者是像我这种用煮的 用煮的话会比较快 那如果你是浸泡的话 建议大家最少浸泡六个小时 那最好是放一点醋 有一点酸甜酸甜 然后会更好 它比较快入味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稍微大概煮个两分钟 让它整个入味这样就可以 然后再放上一点 这个葱姜湿放进去 好那我们就来试吃 像我这个很不喜欢吃鱼的人 吃起来都觉得情情有味 而且这个白肉确实 本来就是比红肉 对身体健康要来得好很多 然后再来这些配菜 真的五颜六色 各种不同的 我们的植物的一些化合物都在里面 我想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但是唯一就是 刚刚柯师傅放了一点点糖 让这个鱼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那我要提一下是说 我们在血糖 你假如控制不好 会产生什么问题 会产生一堆的状况 那当然像刚刚我们园医师提到说 哇那个脚受伤 然后节肢 甚至像眼睛 你没控制不好 眼睛也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常见的症状 我讲一下 吃多喝多尿多 是我们从小 我们在大四大五的时候 就知道说 糖尿病控制不好 会出现这些问题 好那为什么会吃多 明明血糖已经很高了 可是还是吃多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细胞 虽然血糖很高 可是这些血糖进不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细胞的营养素不够 那他就会去告诉大脑说 不行我很饿 所以就会吃多 那会喝多 因为你尿糖很高的时候 你血糖高起来超过180 就会从尿液里面 把血糖流出去 那尿糖多 他会带着水出去 所以你会缺水 所以你会喝很多 那喝 口渴喝很多 尿又多 所以吃多喝多 尿多 那异类是因为 就是人很疲倦 因为细胞得不到营养 主要他比较严重的是 产生皮肤搔痒 因为我们整个皮肤 全身都泡在糖水里 全身的蛋白质 都被糖粘上去 所以像刚刚 我们周医师讲的说 就是发炎 所以皮肤发炎 就会你皮肤搔痒 那视线模糊呢 因为我们对眼睛 糖粘病对眼睛的影响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容易造成白内障 对 第二个 你的眼底的血管 可能会出血 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视线会模糊 那再来是下面 像莫昭发麻 就像原医师讲的 我们不是电视广告常常讲 阿嬷 你怎么膠都没感觉 对没有感觉 车压过去都没有感觉 因为整个神经已经出问题了 好 我今天要特别讲 这个体重减轻 有些糖粘病 很严重的病人会很奇怪 体重就下降 那就很麻烦 事实上体重下降 就是符合中医讲的下消 奇怪就消掉了 我忽然间整个瘦下去 我一个同学的妈妈 我从大一就认识她 她就是大概157公分的妈妈 胖胖的 六七十公斤 有一次 到了我大概当内科组织医师 当了第二年 她忽然间带她妈妈到我门诊来 因为她是外科医师 她大概在我们说 我妈妈最近瘦了十公斤 很奇怪 因为她没有食量 没有减少瘦下去 很怪 我们在内科认为说 体重无缘无故下降 担心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癌症 第二个糖尿病 第三个是甲状腺 后来查了半天 一查 当场抽血糖300 那我们再看看糖化血色素大概在13 这样原因就知道了 她因为她产生糖尿病 她自己不知道 营养素从尿液流失 所以她体重忽然间降下去 所以无缘无故的体重下降 你一定要考虑到糖尿病 那当然这个妈妈后来我们用胰岛素先打 口服要下去 她很快糖化血色素就从13降到7 我们在治疗中的糖尿病 我们糖化血色素一定要在7以下 这样才不会产生后面那些 不管是神经的病变或血管的病变 我想这个很重要 那也千万不要等到 你都自己每年都要检查 你不要都不知道 等到有一天你体重无缘无故下降 那个时候事实上对身体都已经很大的伤害 那我请教袁医师 我们说糖尿病要控管好血糖 那血糖的平均值很重要 那什么样的平均值 或者什么样的控管 是一个比较合适 我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案例 我跟你讲 有一个50多岁 其实是很多病人 我今天特别指着50多岁的朋友 他呢 每次回来看我的时候 其实我是和蔼可亲的一个医师 我也不凶 但他怕我怕他 所以他每次来抽血的时候 他就前两天就不吃不喝 我来制造一个假数据 数据会讲话 数据讲话说 血糖很好 棒棒 继续 殊不知他一回去之后 马上又开始饿了两天了 吃了更多 更可怕 那就变得很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看了 还是叫糖化血红素 糖化血红素这个东西 比较精准一点点 因为我讲普通一点话 糖化血红素我常比喻成什么东西 你的糖到底没有被身体利用到 你如果没有被利用到的话 这个糖就会吸附在血红素上面 所以呢 吸附久的时候 因为这个糖化血红素 这个血红素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候 三个月就死掉了 所以你糖化血红素上面 如果这个太高的话 超过6以上 甚至刚刚讲10 12 代表你的血糖没有被充分利用 那这个血红素还活着的话 代表你是三个月内的 大概都控制的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不能骗我 所以没错 一般空腹血糖一看 一压是希望在100左右 但是呢 有些时候因为你刻意的没吃没喝 也会假数据给我 但是我看糖化血红素的话 我就比较可以精准的来看到说 哇 你这两三个月来 到底控制好还是不好 其实你的数据都一直在讲话 比如来讲 你的血糖肉偏高 糖化血红素偏高 你要先想想看 你的作息是出了什么问题 多半来讲 在代谢血糖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在利用晚上睡眠的时候 第一个 睡眠好 它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清理 去利用你身体上的血糖 第二件事情 你要运动 因为运动的时候 你身体会积极要求说 我需要更多的能量 需要更多的能量 所以即使在这个车上 不想下车的血糖 有时候因为运动的过程中 它硬是被拉到细胞里面 被利用掉 所以你好好去运动的话 也是很好 那第三个 当然我们是健康的食材 这个节目 我们就重力要说 你要选对食材 选对食材的话 你转换成的糖 是比较能够被利用的糖 你身体就比较能利用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一旦数据一次不对 一次不对 两次不对 你第一个想 作息出了什么问题 食材出了什么问题 运动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把这些东西改变之后 才去积极的配合 意思说我要多加什么药 减什么药 这药永远是放最后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心血管的医生 会说睡得好 会影响三高 就是说睡得好 他的血压血糖 可能都会受到调整 对 一定会的 因为你要搭配你自己的那个退黑激素 那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行 他能够好好去吸收利用代谢 那接下来我们若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 牛肉芦笋爆虾球 那我们今天用的芦笋 然后用牛肉跟虾子结合在一起 然后重点就是调一个酱 我们今天教大家就是简易 很方便的调一个黑胡椒酱 好 我们先放的是蒜末 对 蒜末一大匙 然后糖 差不多一小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酱油也是一样 一大匙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先把它调起来 然后这是一般的蚝油 酱油 蚝油 糖 蒜末 对 然后这是黑胡椒 黑胡椒粒 差不多一小匙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两汤匙的米酒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米酒在这里就要调 对 就把它调好了 然后这是基本的一个酱 然后一点点的太白粉下来 然后把它调均匀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用这个酱下去炒这个 这个 好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用干锅 炒我们的红喜菇 然后我们加上这边加上一点油 我们要煎我们的牛肉 我们牛肉是用雪花牛 所以我们在煎的时候 你熟成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是用牛肉的比较嫩的部位 那你在煎的时候记得要放一点油 下去煎的话它速度会比较快 工作的时候踢到铁板 然后脚趾头就有点伤口 过两周后伤口不但没有愈合 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这是蜂窝性组织炎了 高硬生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 跟灶干 它可以稳定地控制血糖 跟控制高血压 那我们现在这个 让它稍微干煎一下 然后当然相对的 我们用一点油下去煎的时候 牛肉的油脂 它也会跑出来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记得 牛肉在煎的时候 它只要全部熟透了之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蝦子放进来 好 然后这个就慢慢地给它煎 那我们这边在干烙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香气就慢慢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彩椒 好 我们彩椒 洋葱 洋葱 也是一样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个洋葱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放一点油下去炒 好 因为菇的香气有出来了 然后因为你放上洋葱 跟蒜头如果没有一点油脂下去炒的话 它的香气不会渗透出来 好 那我们炒它的同时请教一下谢医师 刚刚讲说糖尿病是慢性病 比较大的麻烦它就是慢慢恶化 慢慢恶化 像刚刚袁医师讲到节肢这种 都是恶化到比较默契的 而且恶化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白内脏各式各样的末梢血管的疾病 都可能造成 对 没错 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一个患者 大家是60岁的一个土木工人 他就一搏一搏地走进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脚怎么了 他说其实一个月前 他在工地工作的时候 踢到铁板 然后脚趾头就有点伤口 他刚开始想说不以为意 想说伤口小小的嘛 那我就自己包扎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经过两周后 伤口不但没有愈合 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然后从本来是大拇指受伤 一路扩散到整个脚踝都是 出现红肿热痛这些症状 那我一看觉得不对劲 这是蜂窝性组织炎了 就开了抗生素 那除此之外还跟我抱怨说 医生我最近视力很模糊 常常看不清楚东西 然后踢到东西也都不知道 自己也没感觉 那除了帮他转接到眼科以外 我当下就帮他抽血 一抽血发现血糖350 糖化血色素9 那后来我转接到眼科之后呢 也发现说他的视力模糊 其实是视网膜病变 已经到了很后期的并发症了 所以要这边告诉大家一下 糖尿病的前期 其实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那我们来看一下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一些呢 主要的 主要是侵犯到我们的大血管 脑部 心脏 周边动脉 脑部就造成脑中风 那心脏就是心肌梗塞 周边动脉就会导致 下肢的间歇性薄形 那再来小血管 就是会侵犯我们的眼睛跟肾脏 眼睛就是会造成视网膜病变 然后视力模糊 严重甚至失明 那肾脏的话 就是会有蛋白尿啊 慢性肾衰竭 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洗肾 那再来就是神经病变 下肢末端感觉异常 对温度啊 疼痛的感觉会迟钝 然后最后一个呢 糖尿病足 就是所谓的就是足部病变 伤口不容易愈合 反复的感染 容易造成风卧性组织炎 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截肢 所以说糖尿病啊 前期啊 我们要怎么预防呢 除了定期体检以外 均衡的饮食 那还有规则的运动 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前期是有机会可以逆转的 好 那同一时间 若师傅刚刚那一个蔬菜 炒得差不多之后 卤筍也跟着下去焖 对 我们卤筍下去把它焖熟就可以 然后我们的虾子啊 煎过之后 它的那个香气也都出来 那牛肉因为煎熟不能过长 对 那我们差不多煎到差不多有五分熟的时候 要把它拿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它拿起来了 然后很简单 你这个虾子要把它煎到全熟 对 它才可以吃 然后记得一定要煎牛肉的 这一个锅子下去炒 它才会好吃 因为它的蛋白质都在里面 它的鲜美的 这一个海陆双鲜的鲜甜 都在这一锅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酱 就把它搅拌一下 好 然后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要黑胡椒酱直接先烧这个海陆双鲜 对 要先稍微炒一下 葱放下来 好 然后葱发下来之后 这个也差不多熟了 因为蒸汁已经上来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是我们的配菜 对 配菜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回锅 好 一般大部分都会用一个勾芡的方式 可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技巧性地 去把它做一个黏着剂 所以我们加上什么 起司 然后起司加到起司之后 就增加它的那个蛋白质 然后增加它的口感的味道这样 起锅之前 撒上一点点的黑胡椒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真的好好吃 加了那个起司以后 整个真的鲜味整个提升 真的很棒 然后这个海陆双鲜 真的太棒了 那当然因为海陆这两个东西 都是高蛋白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来讲糖尿病 但是要特别提说 糖尿病人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么多高蛋白 你即使有糖尿病 假设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 多吃这些高品质的蛋白质是OK的 但是一旦你的肾功能受影响的时候 你的蛋白质量就会受到严格控制 那我要提一个案例 他有一次一个75岁的老太太 在家里被人发觉昏迷 不行就送过来 那很紧张啊 一到即使还好 他的生命健将还好 血压还维持还可以 呼吸也行 可是就是怎么叫都叫不行 我们一抽血糖 一抽起来 什么钠离子 甲离子血糖 一次都会抽嘛 一抽血糖只有40 那我们都知道血糖低于70 或低于60 就叫做低血糖 他到40 当然会昏迷不行啊 因为我们脑细胞 大部分还是要靠葡萄糖 结果他太低了 就低血糖然后昏迷 那当然我们赶快葡萄糖 一打针打下去 老人家很快就醒过来了 真的喔 对一打很快 血糖一上升人就醒来了 所以有一些糖尿病患 他们随身带着糖果 血糖太低的时候 他赶快吃个糖 他就可以稍微改善 对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在打胰岛素 或在吃很多血糖药的病人 他身上一定要带着这个葡萄糖 万一觉得血糖太低 因为血糖太低 我们手会抖 对人会昏昏的 赶快吃 那个时候就避免发生 这种被送到急诊的状况 那这个老太太 为什么会血糖这么低 他平常也都正常 事实上他谈到病 已经很久时间了 控制也都还可以 可是一直靠口服药 那最近他常常尿到感染 尿到感染 他就去就去吃了一些抗生素 偏偏这些抗生素 有些对肾功能是有影响 所以在急诊室 我们同时去发觉说 他肾功能 那个基酸肝 正常是一以下 他已经到二点五 所以二点五的时候 他变成一些药物 进到体内 他排不出去 所以他的吃了口服的血糖药 还是一样那么多 结果积在体内太多 把他的血糖硬是降到太低 所以才发生这种低血糖 所以我们家里假如老人家 在吃血糖的药 要非常的小心 要顾他的肾功能 肾功能一旦出问题 要赶快处理 一定要跟医生做好的商量 那当然提醒是 现在的血糖药 已经越来越好 大部分的血糖药 都不会造成低血糖 这样就是让医师在照顾的时候 我们开药的时候 比较放心一些 也让家属在照顾比较容易 那我请教郭医师 另外一个观众朋友的疑惑 是慢性疾病 比方说糖尿病患 可不可以进补 比方说这个过年过节 很多人都会送人参 高利参 那慢性疾病或者糖尿病患 真的可以吃这些补品吗 我们在进行进补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了解自己体质 就像刚刚校医师说的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不好 或者是你其他功能不好 你还是要宣询问医师 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 他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伯伯 他六十几岁的时候 曾经小中风过 那时候所幸的急救得已 所以恢复正常 那这几年来 他要开始大鱼大肉 然后饮食不正常 那这时候回到门诊的时候 找我跟他说 你最近为什么 你血压控制真的不好 那血糖也忽高忽低 他说因为最近 我常常找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 然后我太太也会用一些下酒菜给我们吃 那人家不是说喝酒还不错吗 我说你酒都怎么喝 他说我们都喝高粱酒 一银而进来说 你都听得前半段 喝红酒不错 可是每一天250cc 喝酒也是一样 你要品酒 不要酗酒 我刚才说 来 你家里面有没有高利生 你爸爸 我们可能家里面都有一些铁盒装的 他说你把它拿出来 那把它当茶 泡茶给你的朋友喝 那大家第一个 大家开车来也不用酒驾回家 那第一个我跟患者讲说 我们说这个药饮或茶饮 你第一个一定要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你不能整天你都不喝水 结果你都泡茶来喝 这不对 平常每天的水很重要 就是33倍到40倍 基本的水分 那你平常跟人家聊天 吃饭或者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在茶余饭后之后 用一些生茶来喝 这是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 控制血糖 控制血压的作用 因为本身高利生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 跟罩肝 这个其实都已经有一些研究 显露出来 它可以稳定的控制血糖 跟控制高血压 甚至之前有一个研究 就是把老鼠关在两个房间里面 一组的小老鼠 喂养高利生 另外一组的小老鼠 喂养安慰剂 结果发现另外一组 喂养安慰剂的 那一群的小老鼠 会一直走去被人家垫 那另外一组 他喂养高利生 发现这一群的这种小老鼠 他会有抑制洗脑的作用 他会变聪明 他变了一次之后 那个房间不能进去 所以由此可见 其实高利生 他在我们医术里面来讲的话 他可以补武藏 安精神 开心抑制 是有他的功效存在 等等 郭医师 你的意思是说餐后喝 餐后喝 就是不要空腹喝 是不是 如果说你本身是用 你知道有一种人是早上空腹低杯 就在喝生茶 如果说你本身是用浓茶 泡浓的那个高利生 或者是含生片 空腹喝效果是最好 真的 空腹喝效果是最好 但是一般人就是 餐后把它当作 对 你就把它当作一般的茶饮 药茶来取代 但是千万不要取代白开水 这是不对的 好 那我请教原医师 刚刚讲糖尿病 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 这个心血管的问题 可能都会发生 糖尿病的病人 你就想我们都扎个手指头 你就知道血糖好高好高 但事实上 你身体扎任何地方 出来那一滴血 都是血糖很高 所以血糖一旦高 血糖就是一个培养细菌 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那刚刚也讲过了 你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很好 你很多器官就会衰竭 我们血管外科最容易接触的 大概就是肾脏病变 因为它到时候是肾衰竭 肾衰竭就要洗肾 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你发觉你肾脏 已经在缓慢变坏的时候 赶快先做好一个人工楼管 一旦不小心血管坏掉的时候 或肾脏不出来小便的时候 马上可以洗肾 但大部分人都说不行不行 我还好好的 你给我做个这个东西干什么 所以都等到最后一刻冲 最后一刻冲 来到急诊室的时候怎么办 就要插管 你想想看 洗肾的病人要把血抽出来 再把它打回去 所以那个管腔 是很大的一个洞 那这时候在脖子上 咔嚓搓一个洞之后 这个管子是直接到心脏门口的 那你这个地方刚好血糖很高 很容易感染 它一下子就感染了 而且不愈合 然后不愈合后 它管子旁边还会剩血出来 血 糖 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地方很容易感染 虽然我们的技术人员 我们的医护人员 都会很小心地去照顾伤口 也敷很多的敷料上去 避免它感染 但是如果一不小心的地方 产生一点点刚才讲的 蜂窝组织炎的感染的话 那个细菌很容易就往里面跑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 它的下一站就到心脏的门口 那这皮肤上最容易产生的菌是什么 大家现在大概也知道 金黄色葡萄球菌 所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一旦沿着这个管路 往心脏里面跑过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心内膜炎 心内膜炎之后 半膜被吃坏掉了 心脏就开始衰竭 所以简单的事情 就变成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大家务必要小心 因为血糖过高的人 他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的血管就会产生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的话会产生两件事情 他第一个是把路变狭窄了 我常讲高通路四线道 从来变成两线道 一线道 血就上不去了 第二件事情 当血一产生滞流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就会囤积血小板 血小板一囤积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一下阴敏感 就产生血栓 那就完蛋了 那也是这样造成血管严重的堵住 我这是医师 不好意思 我们看一下那两张图 那如果我有疑惑 我会不会这个动脉硬化 我是可以怎么样来确诊 知道我的血管是不是长成中间那个样子 动脉硬化的话 最容易看的就是从你的血压 如果你的收缩压非常高的时候 你收缩压非常高的时候 苏张压相对是稳定的话 你第一个叫怀疑是有血管动脉硬化 因为大家想想看 那怀疑怎么确认 就是说你确认的管道方法 我一旦怀疑你有这样高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做个血管超音波 你血管超音波一看 你就可以看到表面切面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斑块或是一些斑块的囤积 那当然你在严谨一点的话 现在可能可以建议去做电脑断层 因为电脑断层可以算出来血管的钙化指数 那是更精准的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做电脑断层有辐射线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个例行性的东西 所以间接性的来告诉你 然后来预防你 然后来帮忙你的忙这样子 好 所以三高的人就要小心动脉的硬化 但是这个是血管的超音波 可能也可以显示的出来的 所以万一有怀疑的话 也是可以找专科的医生做这个就医确诊 一定要找专科医师就医确诊 而且还要搞清楚用药 因为有些药是促进胰岛素出来 有些是加强胰岛素活动 所以什么时候饭前吃饭后吃 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样才能帮到你的忙 好 谢谢袁医师的分享跟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麻糬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r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那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